这是一位45岁患者的蛇像 非常典型 我一看蛇根 蛇态黄逆 蛇两侧五丈 好像是蚊子出现在了 肝肾上以为是肝鱼 吃热伤筋了 但其实是日常生活的不节制 导致了脾虚 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舌体胖大 舌中凹陷 舌边还有一些齿痕 裂纹蛇也是特别的显眼 脾虚生疏 湿膝重酌 躯下 蕴结下胶 舌态发黄 那说明什么 湿血盘踞下胶日久 出现了生日化活的苗头 除此之外 湿血还会组织气机的运行 造成干预气质 所以说像这类的患者 平时胃口特别的差 消化不良 稍微多吃点 那就腐胀 嘴巴臭 大便也臭 伴有 失眠多梦 头晕耳鸣 口干口苦的情况 严重还会引发肠胃炎 慢性胃炎等并发症 日常调理也要格外注意 除了要树干理气 健脾趋失 坚固一点 清热 滋阴以外 治疗脾趋的第一步 那就要先饿一饿自己 不要吃太饱了 给脾胃减轻负胆 消消及时 要动一下脾胃的运化能力才行 给脾胃的运化能力才行 给脾胃的运化能力才行